我的项目谁管呢 你是谁啊 你连我都不认识 你看我不投诉死你 这可是教训文化的吴总情 您消消气 这边请 我会议是我们的准备好了 别跑啊 这都是什么事啊 快走 快走 接下来我要演示的是 我们环澳集团为了匠心公司 接下来文化创品的 新的PPT方案 你脑子是不是摔坏了 叶泽 你把将军主推的产品都搞错了 什么 我今天算是长剑士 连主推产品你都搞错了 吴总监对不起 您放心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如期完成任务 我给你时间 谁给我时间呢 我告诉你啊 这发布会的预案已经发布出去了 如果不能按时的履行这个方案 这损失 谁来负责呢 都是误会 吴总监 吴总监 你先别生气 罗总他一会儿就来了 今天只是预演 你们预演都能把产品给搞错 正式方案能好到哪儿去啊 吴总监 咱们就事论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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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监 抱歉 是下属不懂事了 罗总 上次您说的投资的事情 现在正好有时间 去办公室聊天 给罗总都惊动到了 罗总年轻有为 我是非常欣赏您的 但是 我还要补充一句话 贵公司的人事部门 要看看眼科了 您看 招的都是什么歪瓜裂造的 吴总监 自己的发布会 马上就要找开了 百忙之中 还来操心我公司人事的事 真是难为您了 不难为 不难为 既然二位有事要谈 不如先去办公室聊一下 我们一定会尽快地 把方案全部都整理好 吴总监 这边请 好 罗锦盛 你竟然帮他 罗锦盐子 你给我等着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知道是谁做的手脚 我现在就准备新的策划案 但我担心 你担心 他们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无论你禅述如何 他们都不会再和皇上合作了 我有个主意 咱们分头行动 知道了 罗总啊 看着你又销售了 这员工要是不听话呢 直接就把他给开了 没有员工就没有公司 这句话 可是你的公司流浪 唱话在嘴边的 别跟我提那个退休的老家伙了 什么事 说得比唱得都好听 吴总监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公司的叶子 可是为了您的项目 费尽了心思 您还不赶紧去验收验收他的成果 费尽心思个屁 连产品是什么 都不知道 什么 还有这种事 您放心 这个事情 我一定会好好追责 一定给您个交代 吴总监 吴总监 方案已经准备好了 请您一步会议室 请吧 吴总监 好了 快开始吧 你就十分钟 吴总监 稍等一下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我都来了 还要等谁 谁那么重要 还要我等 难道 我不重要吗 It serves That is T T